看下丁俊辉这杆左侧中带的薄鞭 漂亮成功的薄鞭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丁俊辉对着迈克的一场比赛 以前是来到了双方的第一 六局 本场比赛33局17胜 咖啡球 又刺中带的一个先进 选择了去做防守 丁俊辉作为1987年当中的选手 这杆还是给迈克留住了运势公带 给上手新手 成功的上手 继续较为到了一个本球左侧的顶带 一个东西干 漂亮本球成功保下 迈克呢则是领先一个42分的一个分数 拥球的继续衔接 右侧的中带 刚才摆两下手是示意什么这是 没问题 这个准度还是难搞 看迈克 A球将封住对大方 马上的红球堆呢 也还是非常的散布 很可能会有这个单单制胜的这种踢 漂亮 红球成功的空心入戴 七颗红球还剩最后的83分 迈克则是领先51分 好 轻推这小位叫的太舒服了 只能说这小细位叫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没问题 总是中带的红球成功的打进 继续较为到了一颗粉球右侧的底带 可能会感觉比较稳定 现在感觉比较稳定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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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的超分球来了 打进这个红球呢 是 完全超分 是法的运克续决力 压度没有 刚才 这个 这个 不好 迈克有点急了 垂桌子起了 现在呢 已经是完成了超分 现在呢已经是完成了超分 超 有7加1 68 超速分 超分 对 对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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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长台的直接是打晃了 造计到了裤脚 给到了丁尼辉 本球组织中代成功的打进 继续较位到了一颗红球 左侧的中代 第六分的号称是世界排名前十六里顶尖的防守大师 看一下他在防守上的造议如何 能否胜任这个 单杆逼转 必须要来做丁尼辉 一般重新和逆转 目前就会拿到二十三 台面 两颗还剩四十三 加起来是六四六分 一口水就三十五 把边看错了 把咖啡球也能当成红球 放干 汉姆球 小编还以为要顺势尝到咖啡球的后方来做上斯诺克 目前你会拿到了 目前李竹菲是拿到了本局比赛的27分 迈克这次拿到了本局比赛的72分 双方来到了互相的真黑环节 一定要稳住 看这缸 还是够用 只能说是够用 画好 你会瞬间都笑了起来 这给做上了是说爆笑如雷 炸开了 哎呀我的天神打成功的截道 最敢给成功的截道了 一定要稳 一定要稳 他应该稳住 阿兰 他应该稳住 看一下成功解到 这样的话给到了 丁丁菲应该右侧底带的上手机会 但是对超分必须要做斯诺克才能去逆转 所以说必须要来做 一个猪鸽肝 一个猪鸽肝 很好 这肝的话迈克给灰哥做上了斯诺克 这真是让人万万没想到 这張胜肝 也是锁定了胜利 绿球的衔接左上的顶带 那恭喜奈克 严格了等级底带的胜利 这场星球会小起来 非常热烈地打飞走到了奈克 大比分的5比1 修自己的皮头 约会一脸红带的直接是呆受在轮板门